来来来 坐 好好好 谢谢大王啊 谢谢大王 就在这儿吧 大王 听说咱们这山上有烟土啊 大政委还好这口啊 来人哪 给大政委来个烟炮 谢谢 谢谢啊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杨庄老师 你要不要抽一口啊 比提神 谢谢 我们有纪律 真好 怪不得 是 君旗严明 难怪是能打天下的队伍 是 我就不行 我管手下的兄弟没问题 我自己 我管不住 谦逊 谦逊了 戴政委 戴政委 好 是这样的 他抽烟的时候有个习惯 不喜欢被打扰 好 不打扰 不打扰 见了鬼了啊 比咱们土匪还凶呢 干什么呢 把枪搬 老二 把枪放下 听当家的 今天都听我的 凡是带枪子 掏出来 放在这儿 既然大家喝酒 就喝个痛快 对吧 那个 戴政委是吧 到那边去 好好地抽一棒 行 谢谢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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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土 真是好土啊 杨庄之 请坐 好 这这这 放这 这时候也不早了 我们政委都来了 我得赶紧下山去报个信 万一山上山下 再起个什么误会 那可不太好吧 既然我们政委在这儿了 有什么事 也跟他聊呗 这个 也好 也好 那我就告辞了 也好 谢谢大王 他很遥 什么 大王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起来了 这小子我见过 咱们上当了 枪给我 枪给我 你不是说不着急 慢点走吗 刚才是刚才 现在是现在 又没人追你 咱们走这么急干吗呀 追上来你又走不了了 没人追咱们 要不你留下 我先撤啊 等等我 你等等我 你干吗 别人啊 别打 别跑 别打 我的 你哪儿来的 你帮我管了 你受伤了 别打了 快走吧 你给你给你 走啊 来 走 追 追 快 别追了 怎么了 重头莫追 他们已经准备了接银 小心有埋伏 都像你们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 那咱们还当什么土匪 我小心谨慎 也是为了兄弟的 那遇到拦到的 那咱就给他散喽 那以后才不能有麻烦 这东躲一下西躲一下 那以后他还得拦咱们的当 你就听我的吧 再说了 你现在想追也追不上 早儿 是不是共产党 说 说 是不是共产党 共产党 是 谁是共产党 我不是 不是 谁让你来的 我叫政委 政委啊 我不当政委了 我当土匪 土匪 有盐 大哥 弄死他了 弄死他 大哥 压编 弄死他 大哥 谁啊 英子 开开窗户 谁 是我 赵德柱 这么晚了你来干吗 你赶紧开开窗户 再不开窗户出人命了 我才不相信你呢 你赶紧开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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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到那边去 一 一 二 走 一 二 走 你进来干吗 我喝口水啊 把窗户关上 你等会儿啊 好 很快啊 有点疼 英子 我渴了 给我弄口水喝呗 对呀 来 喝点水 会儿水 谢谢你 我 我要喝水 要不你喝吧 我不喝 他不喝 你喝点水会好很多 英子 好歹人我给你弄回来了 连去歇歇也没有 那水也不给我喝啊 就是因为你 要不然 涂飞怎么会抓到他 英子 把你弄疼了是不是 不爱的 我是说 这事不怪他 干吗呢 英子 爹 快快快 快 起来 这里这里 快 英子 快呀 爹 英子啊 跟谁说话呢 赶紧开门呐 我没跟谁说话 我都要睡了 我明明听到 你在跟谁说话呢 我 我背书呢 真的是背书呢 背书呢 赶紧开门 好 爹 我明明听到你在跟别人说话呢 我没有跟别人说话 我又准备睡觉了 我又准备睡觉了 我在背书呢 准备睡觉了 对 爹 什么事啊这大晚上的 您看那么晚了您还没睡呢 我本来想跟你说两句 我本来想跟你说两句 说 说啥 明天再说吧 我不是 我不是想跟你说两句话吗 你照我说两句行不行啊 那您坐下来 坐这儿坐这儿 我坐这儿不就行了吧 你坐啊 你这不是背书呢 你你背吧 你看你看你看 要不我背一段给您听 行了行了行了 你跟你说两句话啊 好 我说英子啊 爹啊知道你读书多 心气高 嗯 村里的小伙儿啊 你肯定看不上 不过你这个 爷老大不小了 对吧 你要是不出家的话 棒球家那小子啊 他天天缠着你 天天围着你 这一来二去时间久了 相里相亲的 难免人有闲话不是吗 不理他不就完了 哦 不理那个狗皮糕呀 是啊 你越不理他 他越往你身上扑啊 不过这事也怪我 你说当初为什么 跟老赵家叛亲呢 爹 这怎么能怪您呢 这正巧说明 当时的思想 是多么地落后和封建啊 你还记着呢 用什么娃娃亲啊 就是在这儿 谁知道这孩子长大 什么样的脾气和秉性啊 你帮我一圈 合不合适啊 有人 爹 我都累了都困了 你也歇着吧 你别再跟人说话了 行不 上口灯了 不是 不会是吧 那行 那就早点睡啊 爹 你也早点休息吧 行啊 歇着 你也赶紧睡啊 好 出来吧 出来吧 出来 来 那边坐 来 一边去 呀 大阳 你怎么疼那么多汗呀 还疼眼泪了 是不是太疼了 不爱她 啊 婴子 她那伤口处理完了 她要去哪儿啊 我替你送她吧 不行 她伤得这么重 怎么走啊 那你俩晚上怎么睡啊 你怎么那么多脏心眼啊 我是不是关心你吗 柱子兄 不用你谢 要先谢我媳妇去吧 要不是因为我媳妇 我才来她关你 谁是你媳妇 找得住 我要跟你说多少遍 你才能听懂 但是我不介意 一遍一遍地告诉你 直到你听懂了为止 我不接受娃娃亲 更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相亲 我的伴侣 要我喜欢我 崇拜我自己挑的 你懂吗 懂了 那你学我成吗 好 我问你 你老说我是你媳妇 除了咱们小时候 订的娃娃亲之外 还有别的理由吗 这还要别的什么理由啊 你漂亮成吗 认真地好好想想 找出一个理由 就说明你听懂我的话了 柱子兄 我们的同志 把这个交给你的时候 还说了些什么 对了 那半张地图呢 对啊 那半张地图呢 到哪儿去了呢 这个 一晚上也说不完哪 你们先别急 我从头给你们倒来 找我呢吧 找您呢 我爹 你打死你了 你干吗呀这是 你这个臭小子 有话好好说 你干吗生那么大气啊 爹 有什么说事呗 别动手啊 粮食的 咱家粮食的 是不是都送给土匪了 爹 我要是说我没送 您信吗 我信个屁 那您都不信我还说什么呀 你 爹 你小子要疯啊 要上你老子啊 不是爹 这行 就是 用咱家那粮食换的 哪里 我看 真假话 当然了 爹 我跟你说 咱那车粮食 一共换了两把枪 快快 我再看看 这都是真假话 那当然了 臭小子 这回咱们家可赚大发了 这两把枪啊 得知私车粮食 快快快快 再弄点粮食 再换两把枪 爹 没那么好换 我跟你说吧 这枪 是 是土匪送给我的 吞吞吐吐的 说的是实话吗 我呀 这 我就知道你小子会惹祸 还不说实话 爹 爹 你一会儿别走火了 我这还传宗接代呢我这 爹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你知道这土匪 为什么给我枪吗 哪是因为这土匪 要投靠共产党 让你儿子的我给说喝说喝 让你说喝说 你个臭小子 这村子方圆这么大里头没出去我 你认识谁呀 你有这本事 那当然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哪 爹 您是一顶天立地的硬汉哪 爹走回窝儿去 有汉哪 您别够这个 他容易崩了 谁呀 谁呀 鹰子 是你吗 是我 我刚才梦见你了 少废话 我听大阳说 你用一个大烟鬼把他从山上换下来的 是啊 那大烟鬼形带 是啊 那是我舅舅 哎呀 鹰子 你那个舅舅什么德行 你自己还不清楚啊 你要心疼你那舅舅 那行 我再把大阳背上去 再把你舅舅换下来 我来是想求你件事儿 你们家驴车在吗 在呀 你想拉什么 我给你套驴去 我什么都不拉 我想让你把大阳送到镇上去 用你们家驴车 怎么了 你就让那个大阳 尝住你调岸底下呗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 拉不拉吧 拉拉拉拉 大阳 怎么了 大阳 烟难解 谁把你送回来的 赵大叔 他人呢 在外面呢 不计计 快来 张老乡 你先别走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想跟你打进一家呢 问你们大阳去 他钱都知道 这桌子你要不要了 没钱 没钱要什么桌子 你要呀要的 就我拿一个吧 大阳 你胳膊怎么样 不碍的 一会儿去包扎一下 乘尉 凌冬山 这就是小张牺牲钱 交给赵大叔的 还有一班呢 小张 把他藏在一个烟杆子里 让赵大叔抽了一班总 这赵大叔不识次 还跟王红英定过王阿钦 但这小子可是机灵得很啊 愣是用大烟鬼冒充政委 从刺猬灵把我换出来 但是我的身份暴露了 现在土匪知道我是共产党 只怕他们知道我的身份之后 咱们今后的工作可不好开展啊 此事要从上记忆 别着急 好好养伤 好 看来找得住这小子 够机灵的 家家家呼呼乐开怀 心里想着影子美美哟 拉着手儿把家还 我心里乐 怎么不走了啊 笨驴 快走 我心里勒开 怎么走啊 走啊 走 笨驴 噓 还真是 冤家路窄啊 兄弟 老兄弟 快点 有话好好说 滚 走 我走我走我走 滚 这 这都是误会 玩着 这 你们都好好说不行啊 回去 不是 我这都是误会 我跟你大棱家的在叔叔 兄弟 兄弟 等我出去我弄死你啊 踹死我了 兄弟 干嘛呢 你 你 谁呀 谁打我 带麻子 竟然敢暗算我 暗算 你要是给我打破相 我可不饶你 我告诉你 就凭你这张脸害怕破相 你说不破相也没媳妇要你 我决策报了仇了我 我砸死你我 我 我 我告诉你在麻子 你好来不知啊 我带你上山 抽大烟享福 你不知人投报 反而恩将仇报 你良心上狗事啊 我告诉你你再打我 我可不饶你啊 老子我今天跟你偏没我 我 我的你别走 我的 砸死你我 高手啊 你居然用手接住了 高手 这可不冤我啊 都是他 他咋吗 看见没 看见没 这就叫气毒 这就叫 不跟你这样的小人一般见识 你别管大人小人 一会儿都做倒下鬼 你闭嘴吧你 你信不信我让高手揍你 揍我 你 你是 老实话 星座 你不是用那个 去去那个吧 好了好了 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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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别走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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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你再等会儿 你看住 你这脸上有一个吧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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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猫的你 怎么没动静啊 我 我不是怕打小你们吗 给三婶送豆腐呢 什么叫送豆腐 人家是自己来买豆腐的 买 这么大一块 真有心 英子 有事啊 你要买豆腐吗 不不 我 我路过 柱子在家吗 这柱子她上镇上去了 帮共产党跟那个刺猬脸 她刷去了 赶着我马车走的 驴驴车 驴车 也不知道我驴怎么着了 柱子这回可立了大功了 我告诉你 这回能得好几条枪 枪 你听错了 凉 凉 没事了吧 没事你在这儿玩会儿啊 我回去 买豆腐找我啊 赵叔 啊 那不 我去不时 呢 可惜了 个子比我高 长得也比我帅 居然是个哑巴 这么看呀 这老天爷还是挺公平的 你才是哑巴呢 不是 你喊什么呀 给我 给我 喊什么呀 还你 不是我说你 你准备拿这个小破铁丝 把那铁链子给锯断了 那可能吗 你脑子没事吧 行 给你 你锯吧 锯吧 兄弟 你听说过那四个字的成语吗 就是那个 蚂蚁摇大树 那个 刀狼腿拦马车 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 你拿铁丝 锯铁链子 不可能 知道不 这就叫猪鼻子插葱 装大一把狼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还叫上人了你 我 猪鼻子插葱 那是装相 兄弟 你叫什么呀 我叫艾龙 艾龙 你叫艾龙 你可别逗我了 怎么了 我不像吗 像 很像 我知道一个叫艾龙的 那肯定不是你 我就是艾龙 艾龙他就是我 不用啊 你是艾龙 你是艾龙 你说你这身大力不亏的 还快点工夫 那你怎么就被草包土匪抓进来的呢 土匪是草包 那你是什么包啊 你是蠢包 大蠢包 你给我闭嘴 你唯老不尊你 唯老不尊 谁唯老不尊呢 你小子说什么你 你在说一遍 我怕你呀我 这帮小人 他们居然敢暗算我 要不是我掉进他们的陷阱 他们怎么能抓住我呢 我就该听我阿爸的 不该偷偷下山 兄弟 那他们为什么接你呀 是为了仇呢 还是为了财呀 我跟他们又不认识 怎么能接仇呢 他们就是图财害命 肉票啊 他们开多少家 他们管我阿爸要牛 牛 你爹要用牛输你 不过也行 这大儿子值老 他们管我阿爸要一百头牛 一百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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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我是你爹 我也不干呢 你再结识 那也没牛干得多呀 是吧 兄弟 别别别 这手不疼哪 结眼儿 艾龙还关在地牢里吗 在呢大哥 零楼山那边回信了吗 回了 他们那边说 龙四要和大哥你面谈 大哥 这回咱可赚大发了 你惹事了 你知道吗 你惹大事了 我这不也是为了咱山寨好吗 真得了那一百头牛 一百头牛 我看你连跟牛毛都要不到 龙四是什么人 玲珑山又是何等势力 是我们刺猬领这几十号兄弟惹得起的吗 你仗没仗脑子 这人都有马是前蹄的时候啊 瞧我赵德柱这一世英明 也得死在这儿鸟不拉屎的土匪窝里啊 不过我不亏啊 有你们两个陪着我 你这个大烟鬼啊 我不在乎 你这个身强力壮的 就算到了阳王殿 那小伙也不敢欺负我呀 我是不会死在这儿的 我阿爸会来救我的 爹 儿子不孝 以后再也不能帮您老磨豆腐了 您老要是觉着实在寂寞 您就把三婶给娶了吧 这三婶要好好干 没准也能成个不错的豆腐西施呢 不过您放心 爹 到了那边 这三婶要好好干 没准也能成个不错的豆腐西施呢 我跟我娘说 她绝对不会挑您理的啊 您放心吧 爹 对了 你顺便再跟你爹说一下 让他别再卖那个 割了好几天的豆腐了 上次我吃了一回 恶心了好几天啊 呸 你胡说你 你还欠我们家豆腐钱呢 谁欠你们家豆腐钱了 就你钱的 再说了 这新鲜的豆腐新鲜吃 不新鲜的豆腐吃 你吃豆腐乳 对吧 连这点都不懂 你白活了你 我白活了 你小子又来了是不是 你不无作者我告诉你 带麻子我告诉你 咱们可是同年同月同日死 谁先投胎还不一定呢 再说了 你是个大烟鬼啊 这保不齐阎王爷还不收你的 他又是不收你 你老就是孤魂野鬼了 肯定投不了胎 你才投不了胎呢 我烟鬼怎么了 我臭我自己的 就不怪你什么事 行 行 你吵不吵 依我看 咱们还是尽快把艾龙放了吧 再去灵龙山赔个不是 或许还能大事化想 小事化了 若是真的和灵龙山结了仇 咱们可就真的被动了 可艾龙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这个时候把他送回去 那不就等于拿我们四围里的热脸 铁龙山赔个屁股吗 这江湖上还怎么混呢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就咱这光秃秃的山 还有什么柴可烧啊 大哥 他龙次不是要和咱面谈吗 那就说明龙次他对咱有所忌惮 咱就应该趁着现在 狠狠地合一比 龙次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清朝朝廷公民政府都让他三分 咱们跟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 什么时候整便宜 我敢说啊 这回你连条狗都要不着 还想要牛 还想要一百头牛 我看你这猪脑子 是不是让牛给顶了 大哥 我见过笨蛋 没见过你这么笨蛋 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杀杀 长点脑子行不行 他们只是屠材害命 想杀我 还没有那个胆 想让我阿爸破财 也没有那么容易 你还真是个肉票啊 兄弟你说得好 你不肯连累你爹 好样的 不过以我的经验判断 他们要是劫不成才 那肯定会撕票的 那得先问问我阿爸同不同意 你阿爸你阿爸 你当你阿爸是山神哪 我阿爸比山神还好使呢 我阿爸是玲珑山的龙刺 龙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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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刺就是我阿爸 小子你就吹吧啊 你要是玲珑山的 那刺猬岭他敢绑你啊 再说了 刺猬岭的胡彪他有这个胆吗 我告诉你 我不会乱认阿爸的 对 那个带麻子 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啊 有奶便是你啊 有烟就喊爹 那他乱认爹 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兄弟 你别惊他了啊 兄弟 那 咱爹啥时候来救咱俩啊 嗯 刺猬岭吃了雄心豹子蛋了 居然敢绑架我的儿子 大头人 依我对胡彪的了解 没有万全的准备 他断然不敢贸然行动 敢公然劫持大少爷 和我玲珑山作对 多半是刺猬岭辱中所为 不管是谁 谁要敢度艾龙一根毫毛 我绝不放过他 阿爸 我在屋里绣了几天花 怎么就出了这么大的事 阿爸 快给我派点人手 我马上评论他刺猬岭 胡的 带你打仗段事 你一个女孩子成了啥 我怎么是胡呢 出伤的可是我阿弟 我当阿姐的 怎么可能袖手旁观 雷火 赛松 在 你们跟我走 去刺猬岭 接大少爷回这 这 什么事要纳的 少废话 阿爸 您就好好在家歇着 等着我去把艾龙给您接回来 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挥了 给我老老实实乎可以防待着 阿爸 艾龙被土匪绑架了 我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待着 现在当务之急最重要的 就是去刺猬岭救人 大小姐 你不要着急 别忘了 大少爷可是还在他们手中 把他们给逼急了 在枸机跳墙做出对大少爷不利的事情 咱们可就得不偿失了 那也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艾龙可从来没有离开玲珑山这么久 万一出点什么事就来不及了 众人听令 走 准备下 马上跟我一起接大少爷回山 是 我也去 你留下看家 不 我也要去救艾龙 你留下 哎 兄弟 你就没想过 这不靠你爹的力量 你自己逃出去 给你爹一个惊喜 靠自己 我早就想过了 这不是没办法吗 想啥呢 空有一身子蛮力 没长脑子 你给我过来 有 跟我叫本事吗 我要有本事过去 我早就过去了 你有本事你过来啊 你过来啊 你过来啊你 来来来来 兄弟 息怒 息怒我 他一瞅打烟子 你跟他叫什么劲啊 哎哎哎哎哎哎 干嘛啦 干嘛 我告诉你啊 说你见识少 你还不承认 你知道这世上有一种功夫叫 缩骨弓吗 不知道吧 我告诉你 缩骨弓 是人能把自己缩到这么小 再小的洞 他都能钻过去 这个儿越高的人 他练得越成功 像艾龙兄弟这么人高马大的 如果他会缩骨弓的话 那眼前的这几个杆子 可看不住他 他要是过去把你的胳膊腿弄折了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要怪就怪你那张臭嘴 去去去去去去 什么呀你这是 哎哎哎 艾龙兄弟 你会缩骨弓吗 我不会啊 哥 你交给我 交给我 我过去弄死他 行行行 我交你 你把那个 这杆子给掰断了 你就钻出来了 这就叫缩骨弓 你对玲珑山那帮人了解多少 当年 黄毛鬼子日本人 在那里碰得头破血流 咱们打不过可以躲呀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不也是想案无事吗 你倒好 还故意救老虎虚子 共产党我们得罪了 山下的老百姓 现在也想找机会敲打我们 你现在把艾龙这么一抓 玲珑山那帮人 也让我们得罪了 老二 你这个小鸡仔 到底想碰几块大石头 碰死我一人 骑马轰轰烈烈地打一场 总比窝窝囊囊地抢吧 要死你一个人去 别拉着我们兄弟们 你 大哥 大哥 喊什么喊啊 老将您过来一下 跟你说点事 怎么说 怎么了 是不是没成亲呢 没呢 怎么着 没人看上我 哎呀 没缘分哪 可惜呀 怎么说呀 这样 我有一妹子 妹子 怎么了 她那个妹子 静山神了 啊 死了 没 没死 你别跟她乱说 闭嘴吧 你没死 我有一个妹子 那长得跟七仙女似的 这不是也到岁数了吗 这还没说上婆家呢 亲也是香了 但是她不是嫌人家这个 就是不喜欢人家那个 她呀 就喜欢这个矮点的 还喜欢啊 这 有胡子的 如果是单眼皮 那更好了 我 哎哎